来 今天我们说一说就是 我来意大利已经两年半的时间 不到两年半 两年零四个月吧 我说说对我这个留学生来讲 比较重要的这个三张卡 一张是学生卡 我的学生卡 这张是医疗卡 这张是重复了 这张是具有卡 来 今天这个视频呢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学生卡 我这个叫托斯卡纳海学生卡 因为别的地方的学生卡呢 跟我这长得肯定是不一样 然后我们托斯卡纳海学生卡呢 就是做室内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是免费的 出租车不算啊 就包括什么DRAM呀 还有那个公交车呀 包括室内的这个 佛罗伦萨市内的这个火车 也是免费的 用学生卡就可以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卡 就是你必须要拥有 这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这个学生卡 我不知道往年怎么样啊 因为我那年来的时候 不是就改这一情了吗 就开始大封锁了吗 然后呢 学校是给我们邮寄这个卡 邮寄是免费的 然后它有一个要求呢 就是你家的这个就是 信箱上必须得有一个你的名 因为它给你邮寄的时候 就跟邮一封信是一样的 它不会说跟亚大学认识的 他打个电话告诉你说 我已经给你包裹到你家门口了 出来去啊 他说不会的 他不必打电话 所以就是你如果这个 可能你的邮箱上 没有你的这个名字的话 可能就比较麻烦 可能你就受不到 然后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在租房子的时候 给跟房东确认一下 就是你能不能把你的名字 写到那个信箱上 因为我当时那个房东就告诉我说 不能把我的名字写在信箱上 我当时租那个房子这样 他门口有一个门铃 那个门铃呢 他说可以写我的名字 然后那个信箱 就进门之后又有一个信箱 然后那个信箱呢 大家那个名字 都是用什么小钢板 小铜板什么的 课那个字 然后我要是整一个就是纸片 那样的东西就是 用它原话说不够优雅 所以就没让整 没让整 我就咋整的呢 我告诉你 我也有证 我给学校写信 然后说你能不能写我房东的名 因为我房东那个名 就拿那个小铜片 写课的名了 然后人家没给我回信 后来我不断的写信 我说我怎么能拿到 我这个学生卡 我能不能去 我给他的写的发言 就是我去学校去拿去 当时也这么大封锁呢 就是偶尔能让你出来吧 然后他说行 哪天几点 然后你来 然后我当时 我就很兴奋的 我就去了 去了 我由于就是 意大利的这个楼层数 这个表达跟咱不一样 它不是有零层吗 然后他说的二层 就是我就跑到二层去 一看没有那个房间 就想在人说是三层 他的二层是咱们的三层 我迟到了一分钟 但是也算是拿到了 所以就是拿这个学生卡 有很多种方式 你最好就是 他不给你寄的话 或者丢了的话 你就去学校去取决 你给入住写信就可以 那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去食堂吃饭 也是要用这个学生卡 因为我 由于这个疫情原因 学校门在那开 我都不知道了 就更别提什么食堂了 就我们佛大这个食堂 据说啊 物美加连 就是我就能吃饱 什么有菜有肉 有饮料啊 什么都有 所以就是 你们今年要来的这个学生 你们你们不封锁了 你们可以去什么食堂 可以去什么地方 就拿这个学生卡去 去消费一下吧 然后这个学生卡呢 就是还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博物馆 可以就是还有一些展出 它可以有这个优惠 可能优惠的两欧 或者五欧或者几欧 反正有的时候是半价 有的时候八折 就不一定 然后呢 我去伯罗尼亚玩的时候 我去了几个博物馆 我跟我好朋友去了 然后我们俩出学生证之后呢 他就 有的就没有要我钱 然后有的要了 因为是这样啊 26岁以下 就很多博物馆 就是不要钱的 他们都没有钱 他们俩年纪小 然后我由于已经39岁高龄了 所以就只能花钱了 包括你去别的地方的博物馆 我去米兰博物馆也是 就是也花钱了 因为我很诚实 他们说你多大 我说我39 然后就就没有说 给我免费或者半价怎么样 好了 就是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吧 就是你看这个学生卡上 有一个什么 有个照片 对不对 这个照片呢 我建议啊 你们就是从国内来之前 你们都去照一个 好看点的这个相片 因为这个相片呢 可能会用到这个学生卡上 居留卡上也有这个相片 你最好照一个两寸的照片 你多带几个 好不好 你多带几个 然后呢 你就可以这些卡上 你都有美美的照片了 不然你在这边照的话 不一定能照的那么好看 不一定让你满意 行了 那个下个视频 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这个医疗卡吧 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ciacia